这是我们方家在危难时刻 最后的一条生路了 我们听你的安排 到现在您还要自欺欺人吗 您明知道 陛下派他来 不仅仅是看着方家 而是要对方家斩草除根 我亲耳听到太监说 陛下打算对方家下手 陛下 实不像满 祖母那匣子里的印节我见过 和探言三年的观影有关 对吧 你为何知道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当年那批官吟 根本没有交于北齐的手上 当年楚让还是藩王 泽州乃他的封地 那批官吟今由此处送往北地 可在途中却被楚让做了手脚 楚让将那批官吟送到了方家 作为方家的发家之子 而后方家为楚让招兵买马替他赚取银两 但是他被北齐掳走的父亲和兄弟 他根本不顾死活 只是挡在他面前的人越少越好罢了 不不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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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年我们方家一时糊涂 犯下了大错 我们也得到了应有的惩罚呀 成羽他爹 他祖父 都为这事死去了 为什么 为什么 为什么还不放过我们 为什么 祖母 您就没有想过 这么多年陷害方家之人 会是他吗 我怀疑过 但我没有证据 楚让知道我们方家留有手遇 他不会害我们的 他不会害我们方家 他不会 不会 不会害我们方家呀 他不会 不会 好 好 我 祖母 如今 对方家而言 手遇不再是保障 反而解决手遇带来的麻烦 才是当务之急 方家的皇上身份 万不可再藏下去了 一来 你拿出手欲之事 泽州人尽皆知 定会引来无端猜测 二来 楚让知晓之后 闭起疑心 谁知道他会做出什么样的举动 那我们该如何是好 以密太言三年观音一事 将方家皇商之身份告于天下 您放心 我会安排人 去编排此事 传播得越远越好 如此一来 楚让定不敢轻举妄动 方家或可免去血光之载 好 这是我们方家 在危难时刻 最后的一条生路了 我们听你的安排 我知此事事关重大 方家除了您和我 不会再有任何人知晓 您请放心 九龄 我们方家 我们方家 有救了 一会儿 下车 愿者 无论 地 并 算 无论